是不是都遮住我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俊宇老师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俊宇老师要来开箱 今年2019年超级火红的一款包包 看到这盒子就知道了 很荣幸的呢 我姐她很冲动的先去购入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是蛮想要观望一下的 那我们就来开箱吧 好久没有做Chanel的开箱了 真令人兴奋 看一下这个大小就是 画面都一定要塞不下的状态 就可以知道 这个包应该是非常大的 好首先呢擦拭布 对擦拭布 好 OK先拿出来 今天我们要开箱的这款包包呢就是 Chanel的 19 bag 就是19 bag 那这个呢 皮质呢是 鞋纹软呢 就是Tweed的皮质 然后呢这个尺寸呢是最大号 是Maxi 那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包包的故事 这个包包呢是老佛爷 Karlagerville 生前的最后一款设计的包包 那她是跟她的助理Veginia合作 然后设计的这款E9的包包 那为什么她叫E9呢 原因就是因为她是2019年设计的 很巧的是呢 E9呢又是Coco Chanel的 诶 Hana 看面 Hana 后面的小助理老袍 Coco Chanel呢她的生日是8月19号 刚好也是这个E9 跟这E9有相关 其实也是有点像跟2.5之金 2.5也是在1955年的2月推出的 所以她就把这个包取名为E9 我自己觉得啦 这个包是会一直一直的不停的再出下去 如果大家没有那么急的话 是可以再等一等 因为其实每一季如果都会出的话 会有各种不同的样式 那经典款呢一定是会一直出 就像classic flap bag啊boy这些包 那如果呢你看到是有特别的 就像俊尼老师非常喜欢她这个系列的 那个千鸟纹的样式 因为我觉得那千鸟纹真的是太美了 如果只是想要单纯买了一个 黑色的经典款的Chanel的包包的话 那可以过一阵子再买没关系 但是大家要注意喔 因为Chanel的包包很长会长价 OK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包的特色 这个包呢首先它有这个体带 看到这个链纹都变得很大一块 不是以前的小小块 然后呢它这个logo呢也是做的 跟以前的不一样 就是有这个皮串在里面 很经典但是比较大颗 好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看 跟大家讲一下最大号的是Maxi 然后中号的是叫large 然后小号的呢就是regular 然后它有个腰包 这个是它的体带 然后整个包包是非常非常的软的 然后后面它这边呢有一个 内带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然后里面呢这样转的打开来呢 是有一个超级无敌大的空间 你们有没有看到它这个地方 它是雾面的金配上了黑银 然后再配上这个比较雾面的银 所以其实是一二三 三种不同的金属件 所以蛮特别的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拿 它有出皮的就是羊皮 lamb skin 但之后的我记得下个season 它有出一些蛮特别的 像那种太空布的材质 用这个包包的圆形 然后去玩不同的材质 自己看到好像有八九种颜色 首先有黑的 然后红的绿的 然后深蓝蓝 然后粉红 桃红 红色 对啊很多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的价格是多少钱 我拿一下手机 Tweet的呢会比lamb skin的便宜 Maxi的最大号 是5000块美金 然后税后是5425 lamb skin是5600块美金 large的呢是5100块美金 然后regular的是4600块美金 这个12.9吋的iPad 轻轻松松就放进去了 所以13寸的电脑应该是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链条有一点重 个人建议不要买这个大小的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太大 就是买中号 就是large的就好了 如果你个子更较小 你就买小号的 预估应该是会有将近要1公斤 我们来看看 我实在太低估它了 1公斤又390克 所以这个包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重 这个长度呢是36公分 然后这样子高度呢是25公分 large的呢是这个宽度呢是30公分 然后这个高度呢是20公分 最小的尺寸就是regular的 它的这个宽度是26 然后呢这个高度是16 如果呢这一季呢它除了这些材质 或者是它的样式没有你喜欢 那我个人是觉得你可以再慢慢的等 因为这一定会是一个新的经典 它就像是boy啊 chanel啊 gloxie flatback 2.5 这些会一直在出的 应该说2019年的eatback 就是年尾了 可能到明年都会还是继续的eatback 那我自己可能会想要购入那前鸟文的吧 但是再看看咯 看老公答不答应让我买咯 那我今天的介绍到此结束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开箱 那你千万不要忘记要订阅我的频道 这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记得帮我按赞影片 OK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